今天叫你文姬老师 还叫你黄文姬呢 叫文姬就可以了 是吧 因为这样显得年轻 是是是 其实那个布袋戏 我跟你说就是 绝大部分的听众朋友们 其实不是很熟悉的 少数的流台生 可能在我那个年代是 开始有看你们的布袋戏的 那个频道的节目 可是我刚才跟老师对过了 我看的那个节目 好像还是在友台播出的 还不是你们专属的频道播出的 所以还是要请老师 先跟我们先提 稍微简介一下 这个霹雳布袋戏的 那个演绎的过程 这霹雳布袋戏 其实在台湾发展 也算是将近超过一百多年了 因为他们是五代 从第一代到他们现在 年轻的我们黄董事长 兄弟这一代 他们是第四代 然后小孩也开始 陆续进来是第五代 所以超过一百多年 在台湾的布袋戏 算是不敢说是要鼻祖 但是在这个台湾布袋戏的 发展过程中 是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他们是一个世家 布袋戏世家 那从传统的掌宗戏 小尊的三十公分大的木偶 一直走到外台 庙口的大型金光布袋戏 金光布袋戏 对对 很多掌宗戏 其实在我们很多朋友们的记忆里面 是有的 因为在神诞啊 祭祭祭的时候 不是祭祭 就庙会的时候 我们有看过 尤其是福建画跟潮州画的 像你刚才提到的那个金 金什么呢 金光 金光版的 我们这里就好像没有了 是因为过去传统掌宗戏就是仇神戏嘛 那崇祭在庙口其实人口没那么多 但是在台湾很特别 就是庙口的文化 因为发展到一个程度 信重很多 所以其实这个戏就越演越大台 那除了做布袋戏 也有做歌仔戏 但是因为舞台都是这么大 所以我们的人也越越多 观众多 所以就加大 OK 那到了我们霹雳 这个所谓的霹雳布袋戏 其实很重要 就是也是从他父亲开始 黄董市长 他们兄弟两个 霹雳的这个创始人 他们两兄弟的父亲 黄俊雄很有名 因为他在台湾 是把布袋戏 带到电视台的第一个人 那他创造的史燕文 云州大如侠 在曾经创过 这个电台97%的一个 这个收视率啊 这么厉害 对因为当时 台湾电视产业放 刚刚开始 刚开始 只有两个channel OK 对对对 所以那个收视率非常之高 OK 但是是真的收到 很大众的欢迎 因为过去你可能要到庙口 有庙会有仇神才看得到 但你到了这个电视 每天中午12点锁定电视 你就可以看了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 当时对我们台湾来讲 是这个赤农工商各业 大家都会看的一个剧 所以老师当时就叫 这个剧团就叫霹雳了吗 没有 那个时候是黄俊雄的布袋戏 对对对 就是以这个 叫做掌偶师是吧 对 主演 主演的那个老 就是那个师傅的名字 对对对 就是黄俊雄 对对布袋戏 对对对对 什么时候转名为霹雳 然后为什么取名霹雳 是霹雳系列 其实就是现在我们的霹雳的这个创始人黄强华跟黄文泽两个兄弟 他们是黄俊雄就是儿子从年轻就跟着看着父亲做这个戏 然后呢后来接翻爸爸的事业 因为爸爸觉得年纪长了这个希望休息的时候 他们是毅然决然就说那我来创自己的系列 也不follow爸爸的戏 创了一个品牌叫霹雳 为什么选霹雳 呃他可能觉得这个听起来就是很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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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势 对很有气势 而且这个霹雳两个自己是很有爆发力 对对对对对 比如是霹雳就是个大 大霹雳是个宇宙 有充满了高高度的能量 那兄弟两个年薪还搞过band 冲浪自己搞了一个band 唱这样一个歌曲 后来就是回来做了这个布袋戏事业 也搞了一个叫很霹雳的这样一个剧团 一个系列对那从这时候开始 其实已经到现在 树还真出道第31年了 所以对所以这个系列 其实已经有这么久了 所以你刚才就提到了 这个戏的一个主角嘛 对对对 树还真对不对 其实大家都都还不知道 我们说这个 在马来西亚有很多这种台湾的连续剧 呃过来这边扳演嘛 例如说爱就做了不知道几百集 但是现在这个树还真系列 已经多少集了 呃现在已经差不多3000集的节目 78套戏 而且是都是收视力长红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请那个文基老师 来跟我们谈一谈 这套戏的基本的剧情的架构是怎么样 他怎么能可以演个3000多套呢 对文基老师 呃刚才我们提到说 这部这部剧已经3000多集了 所以他故事的原型是怎么样的 呃其实PD系列 走到现在像我们很多来台湾的 大家知道他的话都说是奇幻武侠布袋戏 奇幻武侠布袋剧对吧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要解释了 奇幻武侠布袋剧 没错 因为过去我们看到很多仇神戏 甚至现在到槟城看很多 他都是传统的故事 西游记三国演绎 是没错没错 但是PD剧集开始就是做原创的故事 原创的角色 所以这是一个奇幻的设定 但是他还是以中国过去的传统的儒世道 还有朱子百家的一些这种 这种理念跟观念跟哲学思想 注入他的这个所谓的武侠世界里 真的 所以他会不会有受到金庸的影响 呃基本上我们 呃黄董事长黄强华是我们PD的总编导啊 到现在为止也是 剧情还是他每天都会进去 就跟所有的编剧聊天的 他本身从小就喜欢看电影 看漫画 呃 你说他是不是有研究很多历史跟文学 到他可能是 他说他很喜欢什么书都看 他只好爱看 他会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所以基本上 呃你说古的书 历史书看的多不多 我觉得他会跟你说 我大概看过 但是他其实是希望创造新的角色跟故事 做过他自己的想象力 那他对武侠小说当然难免 我觉得台湾很多那时候创作人 对武侠小说也是有 但有没有受到金庸影响 我倒觉得不是特别是金庸 因为金庸大师其实到后来在台湾 比较比较多人 变得很popular 但在台湾他过去看了武侠小说 他就很想说我可以写自己的故事 所以他开始把他自己的江湖武侠世界建构出来 素环珍呢 其实是一个道教的 本来是一个道教的 一个好像先天的角色 所以素环珍是正面的角色 对吧 对对对 如果我们说武侠小说 都是正邪不两立的嘛 对不对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中间地带的人物 所以你们的这个 霹雳系列的故事的大纲 大概是怎么样的 这故事呢是从一个江湖里面 总是永远这个苦境中原 我们常常说我们的中原叫苦境 因为霹雳的这个 苦境是那个辛苦的苦 对对对对 这苦境灭道 我们就夺了一些佛经 他有讲苦境灭道 所以他就说苦境就是我们的中原 然后所谓的 刚刚讲过苦境灭道很重要 是未来霹雳在这么多 三千集的故事里面 为什么很多来自不同领域 不同时空的人会出现到来入侵中原 过去可能是在中原说从北边达到中 来想要掠夺这块资源 或是哪个门派要来自主 现在是变成是其他 同样平行时空的一些人会过来这边 所以会有这个超越时空的人物的出现 没错 所以是奇幻武侠不待心 奇幻 所以会有穿越剧对吧 也算是一个回溯过去啦 或是从其他的那个宇宙外太空来到的一些 很特殊的一些角色 宇宙外太空 所以整个的人物设定也包括一些非人类 是 真的 对对对 我们曾经演过一部甚至传说里面的 非善类型它就是外星人的原型 入侵 异形入侵地球的概念 对 所以如果这样子听老师这样子一说的话呢 感觉到这个剧的那个包容度是非常的大的 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做 没有办法有一套戏 是连续剧连演 就是所谓三千集到现在 那我觉得其实就是 这就是它为什么一直源源不断的创作 因为它永远很有一个某种逻辑 去把另外一个世界或另外一群人再拉进来 甚至素完整本身有二十多个造型 昏星化身 它可以透过死而重生 像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漫威的宇宙啊 有很多的那个超能英雄嘛 Superhero 其实我们PT有很多的这个原创角色 这个当然邪恶之徒 那个魔王一个比一个厉害是真的啦 魔魁比一个一个强 所以我们还是有boss对吧 对对对对 打那个关 打到boss关 永远是正邪的挑战 才会让大家觉得有戏可以看 所以素完整如果是正道里面的代表人物的话 如果是邪道的代表人物是谁呢 从过去可能是魔魁啦 什么某某魔王啊 魔君啦 到现在我们其实PT史上最大的魔王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个叫弃天地的角色 弃天地 对对对 放弃的气哦 这个弃天地其实有点像是一个Los Angel概念 听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一个 可能要带着世界毁灭 但是好像又有这个扭转宇宙的能量的一个人 弃天地耶 博士果然是太厉害了 对对对对 稍微有读一点书 还是很重要的 那个想象力很够 望闻生意有没有 是是是 他就是一个这样的角色设定 想要来毁灭中原 因为他觉得这个中原太多的斗争人呢 需要一个重新重整 他要把这个神舟大地毁掉 重新再造 很像那个Thanos 对不对 他要弹手指 没错 那这个剧其实已经在我们十多年前就演过了 十多年前 这个角色是我们十年前的剧嘛 就是神舟系列是十多年前的剧嘛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这个PT剧 大家听众朋友可能不熟悉 但是其实很多人是在很久以前 就有就有在跟这个剧的了 有些人就透过这大量的这种 就是音频的剪辑 录影带的这个这个这个界嘛 可能已经 呃不自觉的已经流传到世界外面去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漫威系列的若干的编剧 可能从这边获取若干的灵感也是不奇怪的 我是不好意思这样去去做个对比 但是因为漫威的这个漫画也是很久 它是漫画的一个改编 员成一个这么多的戏剧 也是非常多年 那PT其实欲取同工也是这样 但是说实在我们黄董过去 我们看很多大量美脉 我觉得他倒是 我帮他说他大概是没有啦 嗯 因为他其实 他其实这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武侠 跟比较佛教啦 道教的一些思想 嗯 中国的思想他还是放了很多进去里面 是 对 所以你们很多兵 兵法谋略啊 阴阳家 纵横家的一些理论 所以他特别喜欢看很多兵书 所以其实他常常在编剧 为什么大家很喜欢 不只是一些年轻人 其实PT发展30年 其实很多是政治人物 或者有一些是 非常有学问的人来看 因为他们觉得 从PT里面可以知道 透过角色的这个剧情发展 可以感受到很多的 这个所谓的世界 这个很多的棋局 跟很多的谋略在这里面 真的吗 是是 所以 就是比那个什么后宫甄嬛传 还要 还要那个 后宫只是人心斗争 他的这个世事如其 千坤莫测 是我们一页书 有一个高僧 里面这个是 也是我们PT三大主角之一的高僧 他就是一个很 很经典 就是认为这个 这个很多的事情 其实难以策略 所以这个预料到的 所以PT的武侠世界 其实为什么很多的粉丝 不管是在台湾 甚至在中国大陆 我们其实很多粉丝 透过您刚刚说的视频的方式 而且在这个 在他们没有办法 合法的版权时代 他们就看得非常多 而且呢 我们的PT系列 其实还是全部用 米南化 艺人配音 对 艺人配音 是是是 对 所以待会我们要请老师 这个我们讲一讲 因为很多人可能 还是想象不到 这个木偶剧 搬上电视荧幕的时候 它的制作过程 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老师 我们刚才就提到说 这个木偶剧 搬上电视 其实是很大的挑战 因为我们一般上 对于这种剧的观赏的经验 都是停留在 真人剧的观赏的经验 当然我也看过 若干的这种木偶剧 比如说我们这边 流行的皮影戏 那个皮影戏 基本上他们的做法 就是把那个荧幕架在前面 就把那整套的 皮影戏的过程 就扮演在荧幕上面去了 但是我在台湾 是有看过霹雳剧的 那个霹雳剧的做法呢 就是我很难 很难跟听众形容 他基本上就是 把它当成一个 弹幕剧的那个剧情 来去演 而且他基本上呢 就是每一个镜头 都是像那个电影的 那个镜头一样 他把它切分得很完整 但是他就把他聘起来 所以整个观赏的经验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经验的 是 霹雳很特殊 我其实带着 我们霹雳因为这个 已经有大概30多年历史 其实我们也曾经到很多海外 给很多外国朋友看过 当他看到我们呈现在电影荧幕 或电视上面 他就觉得 你这个偶的动作 不是动画做的吧 我说不是 是透过超偶师的 间接表演运术 而且是用电影的手法 就是单机拍摄的方式 把他的动作拍下来 那当时当然 如果我们两个 只是在拍个聊天 可能容易 就一机拍一下 再换一个一机 但如果我们要拍一个 武打动作 我们要像人一样的 有一些拳脚对招的时候 其实就必须要 扣顾很多的 单机拍摄 跟所谓剪接分镜的 一个技巧 换言之你要把那个整个动作 分解成几个小动作 然后那个超偶师是吧 对对对 那超偶师就要 对着那个镜头 把那个动作移好 然后再把那个 每一个这个细微的动作 串联起来 才变成一个动态 所以很多人看到我们这种 这种类型 会说我们是偶动画 偶动画 很多很多人会知道 黏土或是有一些 不偶的所谓的定格动画 所以很多人看到 我们这个动画 他会觉得 你这是一种布袋系偶的动画 而且这种我的动画动作 非常流畅 因为我们里面布袋系 跟传统长上去 做了很多机关改造 你加了一根天地铜 甚至我们的超偶师 你永远不会在荧幕上看到 真的真的 那他怎么演出来的呢 也不是动画作 他其实是透过我们镜头 避掉了我们 所谓超偶师这个人 是 然后我们 所谓的超偶师 现在还是所谓的 用手掌来掌控的 对吧 是没错没错 都是我们看到的另外一种 比如说是 拿着那个吊绳 提线的 不是的 不是不是 所以他还是把手伸进去 那个木偶里面 靠那个手指的 那个灵动性 把那个 木偶的表情 跟动作 给他演绎起来 是是是 很难 对 因为霹雳其实 为什么会那么多人喜欢 而且他可以做这么多 武打戏的原因 做这么精致 就是他在 布袋系 在把它演进成 影视布袋系的时候 霹雳把它做了很多 尺寸 跟里面内部 超偶的技术 跟一些小的机关的改造 所以这些机关 可以让他的嘴 眼睛可以 嘴板可以动 眼睛也可以扎 这是手的部分 我们加了一些关节 脚也加了一些关节 如果在做特殊武打动作 我们都可以用这种方式 去让他的动作 在荧幕上显现 是非常灵活的 那完全 但是这些完全是靠 人工操作 跟这个导播的 单进分进 简介做出来 所以霹雳其实 刚刚说了 我们做了30年多 这个3000集 其实是一个 Never Ending Story 而且每个里一半 还是做两个小时 最新的剧集 每个礼拜 我们还是在台湾 目前还是这样的发行 其实就是靠着 我们有一个 一条龙的一个生产线 就是我们把 布袋戏的这个拍摄制作 从前期的剧本开始 到我们的设计角色 到我们去做造型 跟衣服造型 偶造型 跟道具 跟场景 甚至我们到了音乐 每个角色 有他自己的出厂音乐 甚至有一些特殊打斗的音乐 或悲奇的音乐 这些音乐制作 整个的生产线 到现场拍摄 Production的这一块 拍摄 我们有导播组 有摄影组 然后到我们 甚至后期 有这个所谓 剪接特效组 跟动画 然后我们把它 全部做到混音完成 我们大概 至少有16道分工 那这16道分工 做完的是每天 周而复始 我们一天是早晚班 日以继夜的拍摄 然后把它做成 一个工厂化的形式 所以台湾的 屁股不带戏 其实在目前 我们是把它 从制作改良之后 我们也让它的产量 比较固定 然后我们的品质 拍摄品质 也可以比较 维持一个 一个好的品质 然后所以才让 我们的这个戏 可以演得这么久 这么长 所以是100%原创 对吧 然后我就很好奇了 比如说你的那个 布袋剧 每一个剧的剧情的长度 是两个小时 对吧 两个小时要花 多长的时间拍完 应该是说 如果要平均去讲 因为你说 两个小时是要多长 其实要看精致度 如果说你的武打戏很多 那一集的武打戏特别多 那你可能一场武打戏 分镜分到很精致 你可能一天就拍三分钟 一天拍三分钟 对一个班 可能八个小时工作时间 拍个三分钟 三分钟的概念 大家可能很难以想象 原来我们在那个 YouTube的Clips里面 一点开 那几个束环针 转几个身 伸展出一些 那个肢体的动作 呼呼哈哈的时候呢 那个三分钟 可能就让我们 整个剧组的人用了一天 是是是 因为它有可能要超偶之外 还有钢丝作业 还有一些掉钢丝 还有一些其他爆破 所以其实 爆破 对 甚至有一些 除了 现在因为是科技很进步了 动画特效 这个方法很多 但过去在2000年之前 我们很多是现场的 超偶的钢丝作业 跟爆破作业 同时作业 钢丝作业就是说 那个偶看起来 就会从天而降 是是是是 因为很多朋友 你们现在可能 如果在听着 我们节目的时候 赶快去搜索一下 不然我现在 一直要想办法 让你们可以 现场的感受到 木偶剧 班上荧幕的时候呢 并不是我们想象中呢 只是一个 只是两个人 在操着木偶 就AA跟着B 讲话 那么简单 它是有剧情 而且它有动作 而且动作呢 就是你看起来 你以为是动的 它其实是靠 我们的幕后的剧团 很努力的把 这个整个动的过程 给操办起来的 是 而且传统布袋戏 都会看似个 镜框式舞台嘛 它就是平面式 镜框式的舞台 对对 是平面 但是我们霹雳 其实后来 就是在很多的想法 我们黄董一直想突破 所以后来 在拍电影的时候 我们是用挖好钩方式 让你的镜头 可以去做扶角拍摄 不会穿帮 甚至我们到了 我们2015年 做了3D立体的电影 甚至我们很多 用大量蓝绿幕背景 跟我们所谓的 这个超合的人员 万一有一个动作需求 我们是全部用绿衣 去制作 所以其实 布袋戏的一个 制作演革 其实是跟着时代的 脉动 跟整个媒体的 载体的发展 我们一直在提升 那霹雳 其实是很追求 这方面的影视的 制作跟技术的提升 对 所以照老师 这样子讲的话 我就很好奇了 这一方面的这种 就是制作 然后产生了3000多集 你们是怎么样 持续的吸引到 那么多的观众朋友们 去热捧你们的呢 是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霹雳 其实成功很大 关键是来自于 我们的观众粉丝 是 我们黄董常常讲 就是我霹雳 今天有这么多的产业 可以做到这样 其实是我们的铁粉 那霹雳 对于我们的粉丝 是很在意的 那当然也是因为 最主要 我们的粉丝常常讲 那是因为我们的剧情 永远让你猜不透 对 奇幻 对 奇幻 是 然后 有些穿越 是 有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会发生 是 而且我们的 我的造型 就会一直跟着时代转变 因为其实 经典的美有经典的美 但其实每个时代的 对于美感的审美观念是不同 所以 我们黄董 其实我在20多年前进公司 他就跟我讲过说 我觉得我的布袋戏 要给年轻人看 当时人会有一些 长辈的戏名 会说 哎呀你怎么离经叛道 你的剧情 那他说我就是觉得 我的剧如果让年轻人 都不能接受 我就没有办法往下走 所以他不管在故事的 这个编写上面 已经突破所谓 很多的角色是 亦正亦邪 不一定是正邪不两立了 很多是 甚至是可以大合作的 对 这种是人性嘛 人性也是如此嘛 对 对 没错 他在剧情的部分 他会 交很多时事的感觉 然后在 有一些角色会设定 时事的感觉 对 就是呼应一些 当下发生的 对 会讽刺 做一些 讽刺当时的一些状况 真的 大家埋入这个 这很巧妙埋入剧情里面 或去亏一下什么事情 所以 这是他在编剧上 让大家会觉得 这个戏不会矮板 年轻人会看得下去 那他觉得 其实在影视这个产业 其实年轻人是 很主要的一个族群 年轻人喜欢 就代表这个产业 是有前景 而且有活力 所以他在这个剧情里面 他在造型设计上 他一直就 我希望霹雳要走得 越来越流行感 要有视觉系的效果 所以如果各位有机会 有看到我们霹雳 可能跟传统 你们想象的长中母 完全不同 完全不一样 对眼睛很大 然后要不然就是 长得非常的这个美型 很像日曼的 那日本漫画里面 一打开 你看那个男主角 女主角 每一个都是 十头身 十一头身 头小小的 脸瘦瘦的 身材比例超级好 不要说身上的一个造型 服饰一定要 比的是超华丽 所以这种视觉的感觉 其实是对于 就算你对于剧情 对文学不够理解 光看这个角色造型 就让你觉得 哇好炫 好酷哦 那身在服装设计上 也不会走的是历史 会有一些 性能元素 一直加进来 是 所以我们下个小时 就要跟 秦老师 要跟我们分享 就是这些传统的巨异 是如何在 新时代里面呢 发挥出 它的生命力 然后这方面 我觉得霹雳 有很多地方 是可以让我们接近的 谢谢你继续留守在 越听越爱的iPhone 早安您好 我是清柔 这两个小时 我们有博士来聊节目 由廖潮记博士 邀请到的 霹雳国际多媒体股份 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黄文基 跟我们分享 台湾霹雳布袋系的艺术 其实霹雳布袋系的 两大创建者呢 也就是黄氏兄弟 黄强华跟黄文泽呢 他们所创作的 这个霹雳电视系列 已经有3000个小时 一共是78套的主题 聚集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但是为了符合 这个现代的趋势 为了迎合 这个年轻人的口味 他们也加入了非常多 非常有创意这样的元素 现在可以通过 什么样的一个平台 再继续的去发展 这个传统的布袋系呢 我们继续听 廖潮记博士 跟黄文基老师的分享 文基老师 这次来 好像是因为 前不久有一个活动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 巨益单位 请你过来做个交流 是吧 是的 我们其实 上次的这个活动 其实还蛮感谢 就是这边的GMBB 有一个空间 跟我们台湾的 这个在台的 经济办事处 马来西亚在 马来西亚在这边的 经济办事处 做了一个这样的 一个文化的 一个交流的体验 那他邀请了这个 马来西亚当地的 这个皮影系的一个 皮影系 对对 他说这边是一个 很传统 然后也是他们 很认知的一个 也是一个新的 一个艺术家 他也把皮影 注入一些新的思考 跟角色设计 跟我们做了一个 交流的系列活动 那我们双方 我也带了一些 我们台湾的超偶师 跟我们的一些歌手 因为我们皮力 不带戏有很多演绎 出来的这个音乐 跟演唱的主题曲 片尾曲 那也带了所谓的 很多粉丝 做的cosplay cosplay 对跟我们皮力的 的主角 素环真 叶书 叶小菜 这些大主 明星本尊主角 跟我们的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文创周边 衍生 过到这边来 跟他们做了一些 从演出的交流 然后到所谓的 甚至更多的一些对谈 跟这边马来西亚 这边一些文创的 一些工作者 一起语谈 一个活动 那甚至也留了一个 叫做 这个阅读空间 就是我们的 台湾的文化部 在这边设立一个 阅文空间在那里 希望我们把我们台湾的文创 跟我们的这个 出版 书籍 很多的一些想法 都留在这边 继续让我们很多 马来西亚的这些朋友们 大主朋友 可能有机会 多多认识 像台湾的一些文创 跟出版 尤其是像我们皮力 这样的一个 可能在马来西亚 还不被很多人知道 但是其实我很希望 当马来西亚 这边更多的 这个朋友们认识我们 因为我们已经 不是想象中 冰城 或我们霹雳过去 那种所谓 台湾掌中 掌中系过去的时代 我们其实很多很多 让你想象不到 很酷炫的一些 内容的新的呈现 是 所以我要请老师 具体讲一讲了 这个所谓的酷炫的成分 就讲到就是所谓的 整个传统 巨异的这种 现代化的发展 其实你们这些年来 用过哪些策略 基本上我们有几个策略 刚刚其实 我们在文本的部分 跟我们的演艺 演出的平台 就是我们的发行的平台 我们从过去 可能戏台走到电视台 我们自己成立 台湾的卫星天台 然后我们也很到 戏院我们做了电影 我们也去2000年 跟2005年 都做大型的电影院 然后在 在大理的这个影片 电影 就派成电影 对吧 对对对 在电影的方式 透过电影的方式 传输到更多看电影的朋友 甚至全世界去做发行 甚至现在因为新媒体的关系 很补给 所以我们其实也 做了很多的新的尝试 在新的媒体去做曝光 比如说 像我们现在霹雳的一档 最新的老剧重拍 因为霹雳已经 78套戏了 我们挑了一套 苏环真非常经典出场的戏 叫做 这个霹雳艺术 改编的刀梭艺术 这套戏呢 其实用了我们 更高的一个制作经费 去筹划 变成是一个 大家可以入门来看的 有头有尔的戏 这套戏在Netflix 我们就用这个方式平台 就跟美国的那个网络 网络的那个 的那个影视平台 合作是吧 应该是说我们 其实这个Netflix 在目前全世界 是一个蛮大的一个 一个震撼 就是他丢了一个 很大震撼弹 他的一个大量的 收集很多 全世界很棒的节目 除了他自己 自制原创以外 他也采购很多 全世界特殊的剧种 那所以像我们这次 也是跟他们谈了 他们也认为 这是一个很棒的内容 亚洲原创 但是一个很特殊 又很有多 很多科技特效在这里面 那又有东方武侠色彩 所以他也把我们这个节目 这个放在他们的 这个平台上 上线了吗 已经上线了 然后现在目前 大概全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爱谈大小事 博士来聊 文基老师 刚才已经跟我们提到了 这个霹雳剧团 这个迈向现代化的 第一个策略 所以第二个策略 能不能请你多谈一下 这个如何能够 抓到这个年轻人的市场 基本上我觉得 年轻人市场一个很重要 当然故事文本 是肯定要让年轻人觉得 这不是那种老调重谈 老是那个猜得到的故事情节 老是就是悲苦的爱情 所以这些事情 其实也要用不同的手法去包装 所以从文本的编写上面 其实叫让年轻人 比较在意的话题 比如说里面可能也有一些 同性的议题会讨论 真的 对我们里面也会那种 四角恋 女女恋 真的 对 就是这种情感的纠葛 其实是很现实社会 会常发生的一些事 这些灵感是黄董 他自己就因为观察社会大众 还是他其实或多或少 也从观众的意见里面 吸取若干的灵感呢 基本上是这样 因为霹雳 当然因为很多的粉丝支持 但是我们黄董很栽一件事 他不希望粉丝来影响 剧情的一个路线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原创者 所以还是应该有自己 创作的一个理念跟想法 当然不是说 不接受任何观众的意见 因为我们常常有一些角色 比如在剧中已经可能 面临就是已经死亡的危机了 到底死还是不死 然后我们的剧会 感觉上好像他已经掉入悬崖 然后已经身受重伤 应该死了 但是就没有死 但是这个 因为我们有个经典角色 叫夜小差 他是一个男生的角色 这个角色在我们PD系列 非常经典 他是今年30周年登场 那他这个角色很特殊 非常多的 这种狭义的性格的 这个戏笔特别喜欢 我记得那时候到这个公司 他跟我说 有人写了一封信 恐吓信来公司说 你如果让这个夜小差 在这个剧中消失死掉 我就把片场给炸了 OK 那当然也有那种粉丝是柔情 这个诉求说 我得了血癌 看布袋戏是我的支撑生命 我最喜欢的角色就是夜小差 你千万不要让他 对 你千万不要让他死 他已经够悲剧了 你不要让他死了 那就是我现在坚持治疗的动力 对 而且他会折千纸贺 寄给这个角色 希望你一定要留住他的性命 很投入 对 所以其实这样的意见 我们家黄总就会觉得 哇 那是不是要用合理的剧情 让他回来 这个线上 在出现 这个 这个是唯一 我觉得我们在黄董 在这个部分 上面会做一些 这样的一个思考 让满足一下 我觉得戏民 他对于这个角色 实在太棒 但有一些角色 当然也曾经接受过抗议 但是我们黄董觉得 这个角色 他有其必要被牺牲 留下他历史最高定位 所以还是离开吧 所以这个他也是不会 每一个来要求 他都同意这样做 所以他觉得说 其实剧情的编写很重要 另外就是造型 我刚刚说一定 讲的一定要很视学系 一定要够美心 第三很重要音乐的部分 我觉得也是PD很在意 就是说 我们的配音 虽然PD系列原本在台湾 都还是一人口白 而且还是闽南话 对对还是闽南话 但是基本上 这样子有一个布袋系的精神 跟他们说的quick out 这个味道才是对的 非常多大陆 即便是大陆的粉丝 也不是福建最多 最多粉丝是 其实是来自上海 浙江一带的粉丝 北京 广州有非常多粉丝 这个有点匪夷所思 因为这样北方一点的 就是离开福建 广东以上的 他们对 湖建人 他们不叫福啦 湖建人 因为他们说 那个福建人 F的音发不出出来 湖建人 他们对 他们对湖建话 应该是有 接受上的障碍吧 因为他们听不懂 对不对 然后他们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他们怎么样 会去热爱到 你的布袋系呢 有两个工作 我当时其实在大概1997年左右 我们进了一套戏 把它拐编成普通话 进到了大概 国语版 对 到了中国大陆那边 大概40个省市电台去做 但是我们只做了一档戏而已 后来其实这个就是 那些年轻人 刚好就是大概 1980左右的这些年轻人 所以目前这些年轻人 后来在电视上看不到 以后 转而到这个视频上去找 但视频上面 没有普通话版本 只有所谓的 这个我们的闽南语版本 加杠耶 所以一看了以后他们觉得 哇 感觉 韵味就不一样 对 他们说那才对 所以我曾经好几次 就是到大陆去做一些 这个所谓的这种商展 推广电视展 那我就放了一个 特别配一个所谓的普通话 国语版要让他们的 这有感觉 就很多人进来就说 哎呀 你这个可不可以还是 放我们黄泽老师的配音啊 这个听起来不习惯 不习惯 因为他们已经习惯 看这种原创剧 就像我们看日本动漫 会希望听日本深优配音 不会想要听 local的我们的语言 去把它配音 就好像我们看那个 香港的那个周星词 对不对 我们就喜欢他说广东话 对不对 换成那个普通话 总觉得怪怪的 对 而且如果换也是有 我们台有一个配音员 叫做石斑鱼 专门配他 之后他的剧 都是那个配音员配 配久而换成另外一个人 觉得他不是周星词 所以不担心 他本来就是虚拟角色 他的生命力 完全来自于 这个口白主演 口白主演 对 就所谓的深优去配音 那日本的深优系统 发展得很好 包括现在大陆其实很多的地方的 深优配音是很专业 深优是指声音艺人 对对对 他们这个声音艺人 这个声优这个名字 就是日本他们去走的 对对 日本人是很懂得创造名词的 我们有AV女优 对 声音的艺人就叫声优 对对 我要普及一下这个知识 那我们这个 所谓的这个布袋戏的主演 其实就是赋予这个角色 很重要一个性格跟灵魂 他的深陷 显现这个人 他是他的个性 他的心思 或是甚至他的体态 一个他都会透过声音 去做表演的 所以其实这也是很多 不管台湾或大陆年轻人 也还蛮喜欢这样一个表现 所以透过这几个方式 其实这年轻人还蛮喜欢的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爱谈大小事 博士来聊 所以霹雳布袋戏 除了我们该提到了 这些创意的元素之外 我也知道他跟国际上 有很多的合作 当然该老师一直提到漫威 我是挺好奇的 这些漫威的角色 什么时候也进入到我们 霹雳剧里面的剧马里 因为你的霹雳剧 本来就是开天霹地 奇幻武侠 对吧 只要能够演的 都是合理的 对 是因为其实基本上 漫威这几年 因为他的成功 他在整个重新再造 之后在电影 这个是个非常 让人家觉得非常的 这个impressive 所以其实很多人就会 你霹雳其实有很多英雄 有很多故事的事情 很多平行宇宙 你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真的还蛮有 这样同样的概念 那你说会不会出现在 霹雳的剧情故事里面 因为我们也不会 把别人的角色 放进来 这才有版权问题 但基本上 我们会做一些事 就是跨国的一些 不同在地题材合作 比如说我们跟 日本的动漫大师 西渊玄老师 合作的 这个 这个东黎剑游记 东黎剑游记 我们其实三年多前 我们跟他们开始 他来台湾 看我们一个展览 发现霹雳的英雄 怎么那么酷 那么炫 他很想把台湾的布袋戏 带到日本 所以他觉得方式 也许不是把本来的剧 这三千小时 太难改写 所以他干脆 重新塑造一个 原创他自己的故事 写了一个13集的故事 然后跟我们霹雳 做第一次的合作 所以这样的合作方式 其实到现在 已经拍了第三季 而且已经有 大概已经有两部的 OVA 就是他们所谓的 剧场版的这种电影 这种特应版 在这个日本跟台湾 甚至在 在中国大陆都有做放映 那其实这也是 我们觉得跨国方式 去跟在地去做 落地合作的一个方式 因为我们总是希望 有一天更多人认识 布袋戏这个类型 那还有很多的方式 其实我们跟中国大陆 也是会做这样的 一个跨国合作 包括这是在 原创制作上 那像我们之前 跟马来西亚做一个 在跟在地文创业者 这一块 它是属于比较 文化艺术性的一个交流 但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 因为本质布袋戏 还是回归来 还是一个传统 公益 民俗艺术 所以我们其实也蛮乐于 跟各个不同国家领域的 在地的这种偶艺 的这个文创者 去做很多的交流 所以其实我觉得 不带系用我们的剧 不管用剧 或用我们实际的表演 反正我们用操偶 跟我们的音乐 透过我们的音乐 演唱或演奏 的形式 甚至 Cosplay这种 日本流行这种 像年轻人很喜欢动漫文化 去跟在地很多 其他不同国家 不管从日本 中国 甚至到马来西亚 甚至很多新加坡 我们其实都去了 美国我们也去了 Seattle Sacragorn 这样的一个动漫展 所以其实我们 其实是希望 透过很多的角度 去把这种 大家认定 好像是传统艺术的 布袋戏 能够有更多 创新的一些 这个面向 可以让大家看到 而且是希望 它能够有越多越多 不只是亚洲人 或华人 像更多其实是 在这个以外的 世界的人 都可以看到我们 那我们希望 这个霹雳的宇宙 也可以真的有一天 像漫威宇宙这样 是全世界知名 它的超年英雄 也能够一样 这个也是可以受到 全世界观众的肯定 对 而且你提到 这个宇宙 我突然间就 心里面就很有感触了 有没有 对不对 因为你想我们 这个马来西亚这里 除了有华人这一块 有马来人这一块 我们还有印度人 这一块 而且整个东南亚里面 其实墨尔系 还是蛮普遍的 而且我们有很多 原型角色 还有很多一些 存在在传说中 里面的人物 所以如果我们的 那个霹雳 是开天霹雳 有那么多空间 竟然外星人 都能来了 是吧 吸血鬼 也可以成为角色 我想很多 我想想到的 很多一些神话人物 比如说我们的 拿渡工 是不是可以在那边 扮演一个角色 对吧 我们的先四爷公 也是这种民间的 这种崇拜的偶像 神话以后的人物 可能也能够用 类似合作的方式 然后呢 藉由这个霹雳的 这个剧团的演出 为我们本地的 这个文创 带入一股新的活力 向老师这次来 应该有一些感受 对吧 跟不同的文创业者 里面的交流 也看到我们的困境 所以我想最后 也请老师 给我们做一些鼓励吧 我觉得其实 因为马来西亚 可能我们在做 这个接触的时候 他们有一直在 工作人员都一直讲 包括这次 邀请我们来的 这个主办单位 这个GMPB 也是说 他们觉得很辛苦 在马来西亚 好像文创 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 很需要努力的 一块地方 但我觉得这就是 常常有东西 南海 这是一个新的市场 这是新的 可以去做的事情 因为 我相信 马来西亚 现在的整个 整体的状况 越来越好 那我觉得 人民在于 这个经济以外 在财富累积之外 其实还是需要 蛮多娱乐 跟文化的一个滋润 让大家生活 有更多的幸福感 所以我觉得 来这一次之后 我觉得我们也是 把霹雳的 在台湾的 把传统艺术 作为一个产业化 文创化的一个经验 跟这边作为分享 甚至我们也希望 能够嫁接更多的平台 把台湾更多的文创业 带来这边 或是也邀请 更多马来西亚 这边当地的一些文创 的想法 过去那边做 那当然更好的方式 是真的是 用我们的偶艺 制作拍摄的技术 这个精良技术 把在地的故事 可能去做一个结合 就像我们跟日本合作 这样这么成功的经验 我们也很希望 其实在不同的国家 其实都有 它各自很受欢迎 而且非常好 精彩的神话传说故事 其实我们都很希望 透过大家的力量 因为在地的 每一些特色都是不同 那我觉得其实 这是我们很乐见 也很期待的 对 所以最后 我是希望呢 在下一集的 霹雳的那个剧里面呢 能够看到一颗 本地水果 对吧 就是你们来的时候 正好是榴莲季节 所以也希望在剧情的 既然是开天PD 奇幻的这个剧里面 出现一颗榴莲 应该不会太突兀 其实是还好的 榴莲在台湾也是吃得到 所以没问题 我觉得其实是 很希望说 把这个 马来西亚一些 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让我们台湾 这边更多观众 当然我们PD观众 本来就很多 而且是海内外观众 像有些机会 真的也是把 某一些不同国家元素 带到这个 通过这个剧 能够让大家彼此去交流 做一个这个国际交流的一个因子 好 谢谢老师 谢谢罗世 嘿